最近我们常常看到各大公司裁员的消息 但官方宣布的失业率又是历史低点 让人感觉心里很不踏实 就业状况通常是经济全面走向衰退的最后一个指标 也是衡量房市和股市是不是会进一步下跌的指标 没有大规模的失业潮是不会有一个真正的经济衰退的 今天我就想从不同的数据指标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一次的经济衰退期大规模裁员潮为什么还没有到来 什么时候会到来 哪些领域和行业的风险最大 又有哪些领域最抗压 最重要的当然是大家现在要如何做好准备 大家好我是墨镜姐伊丽莎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先赞后看好运不断 如果真的发生大规模裁员的话 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中招 日子都会不好过 我是2000年在加拿大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灭 那时候我先生工作的一家美国IT公司倒闭了 好在他还能拿1500元左右的失业金 我虽然有工作但薪水不高 我们当时租房子每个月租金大约1200元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孕期 有时候会想吃一些特别的食品 可是每周食物采购只有20多元的预算 从来也没有下馆子吃过饭 大儿子出生后我在家休产假 收入就更少了 孩子的大部分衣服和玩具都是从Yasel买的 先生大概有一年时间都没有找到工作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公司的工作 还只发一半的工资 那也必须要做啊 总比一分钱挣不到要强点 后来他又再次失业 最后差点要去超市仓库做插车工人 总之裁员失业 对普通人来说真的是最大的痛 这里我先插个题外话 从去年以来我一直唱空仿市股市 我也担心无意中给很多朋友带来心理压力 我只是想提示风险 潮涨潮落其实很正常 希望大家不要被坏消息所带动 如果可能的话 尽可能珍惜眼下的时光 就像我喜欢钱 更喜欢春华秋时的大自然 希望我今天的视频背景 由它的秋色能让大家听不好消息的时候 心情能放松一些 从通胀上涨到炙手可热的就业市场 以及介于两者之间 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个季度下滑 市场对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 依然存在不同看法 前美联储经济学家 Claudia Sam说 最近有很多人说我们正处于衰退之中 我们有两个季度的GDP下降 这通常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 但是我们的就业增长非常强劲 我们的失业率是50年以来的最低点 Stiff的一项调查则显示 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 预计经济将出现衰退 不少大公司已经宣布裁员 包括Best Buy 福特汽车 Wama和Wayfair等等 福布斯这份报告详细介绍 2022年各个公司的裁员状况 我把链接放在描述栏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看 根据Crunchbase News的统计 截止2022年9月中旬 美国科技行业已经有超过4万2千名工人被裁员 浦华永道的一项调查显示 50%的公司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裁员 和7月份相比 8月份的工作岗位数量大幅下降10% 这表明企业可能会进一步缩减招聘 并可能冷却长期居高不下的通胀 这对美联储来说是个好消息 美联储希望看到更少的职位空缺和更多的求职者 以帮助缓解工资压力 但是10月7日周五刚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 9月的失业人数下降了26万1千 失业率从预期的3.7%降至3.5% 这又一次与美联储希望的情况相反 就业市场的强劲数据和美联储试图软化劳动力市场状况 和将通胀率降至2%目标的努力背道而驰 我们都看到了资本市场听到了美联储的声音 投资者也感受到了痛苦 但是就业市场呢 至少在现在它看起来根本不听美联储的话 美联储副主席布里拉德9月30日强调了应对通胀的必要性 以及在任务完成之前不退缩的重要性 美联储就金山分行行长代曆10月4日强调 央行将致力于通过将利率提高来控制通胀 这将减缓需求 并将失业率适度提高到4.5%左右 但代曆补充说 美联储并没有试图造成大规模失业 这意味着美联储不会放慢加息步伐 几乎可以肯定11月加息75个基点 12月加息50个基点 直到出现问题为止 就业市场和房市是他们目前最关注的部分 只有把就业率和房价打下来 才能把工资增长打下来 通胀才有机会被控制住 也就是就业市场必须要放缓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 这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裁员 你需要警惕这一点 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警告说 美联储可能需要将利率上调至5%以上 才能抑制通胀 他还预测代价将是一场严重的衰退 失业率将飙升至6%左右 那么这些矛盾的状况和数据 到底是否都是真实靠谱的呢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些混乱现状呢 关于就业报告的数据都是公开的 关键是我们要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数据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 失业率是什么样的情况 美国劳工统计局 每月跟踪失业和就业情况 当前的失业率更多地揭示了整体经济状况 以及对普通美国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例如1929年大萧条时期 失业率为14%至24.8% 除了大萧条之外 唯一一个失业率超过10%的年份是1982年 当时为10.8% 由于病毒大流行 失业率在2020年4月达到了14.8% 但到年底已经降至6.7% 失业被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 摩擦性失业是自愿离职的原因 如果你辞掉一份你现在的工作 以便获得更好的工作时 就属于摩擦性失业 这个一般都是短期失业 对经济不会造成影响 还有一种叫结构性失业 比如说你本来具备的工作技能 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的工作了 这类失业会导致长期失业 周期性失业是媒体现在讨论最多的类型 它在商业周期的收缩阶段急剧上升 当失业率上升时衰退已经开始 因为它是一个滞后指标 公司一般会等到确定需求 不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后才会裁员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数据的同步指标 是如何获得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领先指标 去了解为什么接下来可能会出现裁员 以及为什么这将正式宣布美国将进入衰退 同步指标是流行的计算方法 显示特定领域类经济活动同期状态的指标 这个指标很重要 包括就业 实际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 这个指标是衡量目前经济中发生事件的可靠指标 但因为它们涉及的数据通常都是滞后的 并不能告诉我们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美国劳工统计局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发布当月的就业报告 就业报告是最全面和最重要的经济报告之一 也是最早提供前一个月数据的报告 就业报告通常有两种来源的调查构成 我们通过媒体报道看到的是机构调查 也叫工资调查 机构调查主要是通过调查美国有代表性的大企业 使用出生死亡模型来调查更广泛的经济趋势 这个调查非常流行 是大部分媒体报道中喜欢采用的数据指标 这个数据还有一个姐妹系列是家庭调查 是对家庭成员进行的调查 所以她会计算人数以及他们是否有工作 这两个调查的最大不同之处是 他们是如何计算一个人同时拥有不同的工作 家庭调查最近发现的一个趋势是 拥有多个工作的人数在增加 如果一个人出于经济原因 从事第二份工作或第三份工作 在家庭调查中被视为一个全职工作 但是在机构调查中 三份兼职工作被算作三份工作 重复计算的可能性很大 这两种调查都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比如你工作一个小时 也意味着你被雇佣了 如果你只是在Juber或Monster上 或在招聘广告中寻找职位空缺 并不算找工作 你只有开始进行实际面试或发送简历才算找工作 这些调查数据中存在的问题 人为的降低了失业率 增加了全职就业 并人为的增加了每月的就业报告中的就业人数 如果比较这两种调查的话 我们会发现就业市场并不像我们开始看到的那样强劲 假设这两项调查都是正确的 那么可以解释为自三月以来 就业人数的增长是由于大约160万人 从事了额外的兼职工作 唯一的其他的解释是其中一项调查完全错误 劳动力市场存在潜在裂缝的另一个迹象 是全职工作数量的下降和兼职就业的急剧上升 劳动力需求减弱还有另外一个反应 那就是员工的工作市场 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领先指标 通常我们可以得到八年的劳工工作时长的数据 让我们可以看到就业增长的转折点 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企业老板 现在面临经济放缓的前景 但你不确认这种放缓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 你可能不想现在炒掉一个员工 之后又要花钱请他们回来 对你来说减少员工工作时长 是不是更容易做到的事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尽管9月份就业人数增长情况良好 但每周工作时间再次减少 截至9月份的6个月中有4个月持平或下降到34.5小时 和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数字并列 从目前的这些数据看 这一次的裁员可能会更像我之前提到的 我所经历过的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哪些人风险最大 这一次经济衰退中的痛苦和病毒衰退所带来的痛苦可能完全不同 当时低薪工人尤其是领售餐馆和酒店等服务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可是这一次也许白领上班族应该会更需要担心失业问题 据彭博社报道 科技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 在经济低迷时期将出现大规模的裁员 而采矿和制造业等蓝领行业的人的情况 比之前的衰退要好得多 自从大流行初期大规模裁员以来 美国企业一直在迅速增加工人 尤其是包括商业服务 科技 银行和房地产在内的白领行业 这些行业的员工人数现在远远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 这些行业的裁员已经开始 米尔肯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李提到白领行业时说 最脆弱的行业可能是雇佣速度最快的行业 有些企业在经历了难招人的问题后 更是开始囤积工人 许多白领雇主远远雇用了超出填补 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人员缺口 我们常常说到泡沫 就业市场显然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泡沫 必须先将多余的人力挤压出来 才能回到正常化 随着利率攀升和借贷变得更加昂贵 抵押贷款机构和其他对利率敏感的行业 可能会转向削减成本 例如如果经济和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放缓 抵押贷款机构将面临严重的失业风险 目前最有可能遭遇裁员的 还有那些从事所谓的税库职业 就是可以在家远程工作的人 根据招聘信息网站 indeed的数据 过去六个月新职位的增长已经放缓 最明显的是远程工作的白领 我看过一份调查说 很多的公司管理层因为住都原因不喜欢远程工作 所以一旦风吹草动 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远程工作人员 在病毒大流行期间 雇佣许多南岭职位的运输和仓储业已经发展壮大 风暑期间人们坐在家里在网上购物 需要送货上门 该行业的就业人数继续从大流行前的水平飙升 Glasdol首席经济学家特拉萨斯表示 南岭一线工作仍然有很多需求 更重要的是供应不足 他补充说 这包括机场和工厂等地的工人 餐饮服务业也经历了类似的影响 餐馆和酒吧不仅需要弥补那些在病毒流行期间失去的工作岗位 还需要弥补过去两年半的增长损失 酒店和餐饮业仍有大约130万个职位空缺 表明对工人的需求仍然存在 如果经济衰退 交聘可能会放缓 但餐馆和酒吧的员工很可能在2023年的经济低迷期 保住工作 那么我们可以为裁员潮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一直在视频里都有强调的 就是手上一定要有现金储备 虽然一般来说 三到六个月的紧急资金应该可以帮你渡过难关 但是如果你有房屋贷款的话 可能要准备更多 因为房子可能会发生需要紧急维修的状况 在大规模的裁员潮来临之前 如果你的工作不稳定或者薪水不够好 现在仍然是换工作的好时机 专家说谈判大幅加薪的最佳方式就是换一个新职位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许多公司都有后进先出的政策 如果公司决定实施大规模裁员 这可能会让新雇佣的人更容易被裁掉 再有的话就是经营一个副业 现在可以在网络上从事的副业的机会太多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 我可以专门来讲讲如何赚取被动收入的问题 看完再赞工作稳定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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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